欢迎来到小小娱乐 现年21岁的Win Vita Win和Bright是相反的 Win只是做了两年的练习生 就已经得到只因天生一对的主角Tai的角色演出 所以是Win的第一个作品 人气虽然不及Bright那么高 但是他的IG follower 由几千人到现在的四百多万人 可见此剧的人气 如果有疑问 其实可以看看Twitter中的hashtag的排名 年头袁彬套爱的逼降仍然排在第二位 而这套BL泰国剧都已经排在第六位 可见人气之高 Win飾演的Tai是傻傻的又纯情 好听朋友说话的男大学生 最杀色的就是他的笑容 令Sara Watt一见就着迷 Tai本身是喜欢女孩的 他和Sara Watt为什么和怎样认识到变成情侣呢 就请大家到Netflix确认吧 Win对于自己可以遇上Tai和Bright都是心存感激的 由于这么早就红 所以内心都有种压力 但是他都会继续努力去回报粉丝 Win的父亲是开汽车零件的公司 所以大家都估他是有钱仔 Bright还整天笑他说要去他的house参观 Win和Bright一样都喜欢踢足球 但是Win就害怕小动物 除了家里的小狗 Sherlot 并且不懂得音乐和乐器 听的都只是pop music Black paint in your area Win为人很乐观 还整天笑 令身边的人很开心和快乐 这一点启发了Bright很多 改变了他的性格 Win对工作也十分认真 知道自己的不足不断研究角色 还为了Tai这个角色一个月内减了20公斤 其专业的态度可嘉 导演都称赞他的演技每天都在进步 Win和家人更创办了一个卖Macarone的店 拥有180cm及184cm的Bright Win 做了不少广告的代言 例如名标、枕头、私家车、名牌服饰等等 还拍了不少雜誌封面 两人于6月还举办了一个线上的fan meeting 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 未来Bright Win将会摘拍太阪的流星花园 由情人变成互相抢女 相信不少Bright Win的迷都不想见到 网上更不断有粉丝要求开拍Season 2 又或者新的BL剧给他们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Netflix 看Season 1的子欣我们天生一对 然后再去YouTube GMMTV Channel 看他们5集的Special Season 拜拜